大家好,欢迎回到明镜追击 北京时间7月13日 登陆中国央媒中央电视台 一个王牌新闻栏目 新闻1加1官网的朋友会看到 每周一到每周五都会播出的节目 7月11日星期一的节目就不翼而飞了 做一番搜索的话 也可以看到一些有版权有资质 来转发新闻1加1节目的网站 7月11日的这一期节目也是看不到了 这不是网络言语 而是因为没有此页面 7月11日新闻1加1的节目被官方删除掉了 因为这一期它的内容涉及到了中国的动态清零 可以说直接撼动了中国官方 此前普遍强调的新冠病毒不是大号流感这一说法 某种程度上也给相信 坚信奥密克戎病毒比大号流感还要厉害 相信坚信中国非常严格的疫情防控措施 包括分控这样的做法 自有道理的普通中国人带来了很大的心理上的冲击 根据中国央媒此前报道和宣传的口径 新闻1加17月11日的节目 可以理解成为是冲击到了中国动态清零的红线 所以在这个中间 中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一把手台长兼总编辑圣海雄先生 那想必压力是不小的 首先就来看一看7月11日被播出了 然后又被删除了的这一档节目 如何以便应变应对奥密克戎BA.5这一期的节目 新闻1加1这档节目9点30分夜里播出 时间是24分钟左右 所以是比较长的了 那么7月11日这一期节目 现在有个核心的内容是比较的清楚了 就是节目援引了专业人士的说法 武汉大学基础医学院病毒研究所的教授杨战秋 援引了他的说法和他进行了连线 那么杨战秋教授围绕着奥密克戎的BA.5的亚种病毒 谈了两个看法非常核心的 第一个看法就是这个病毒 它的治病的能力到底怎么样 那么杨战秋教授的说法呢 只是在咽喉上呼吸道造成感染 即类似感冒的症状不会引起肺炎的严重的症状 这个是杨战秋的原文 这个说法的药还在哪里呢 其实他回应的或者说针对的 不是说奥密克戎还是不是大好流感的问题 而是说奥密克戎病毒和普通的感冒相比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这个问题 他给人们的一个联想 一个冲击就是说 如果说这个病毒它不下到肺部 不会引起肺炎这样的症状 那你还大规模的防控 有什么意义 杨战秋教授表达的第二个核心的意思 就是新冠病毒奥密克戎 它的亚种变异株 带来的无症状感染者是增多了 为检测和发现是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因为病人大多数没有症状 自己可能不知道被感染 只是在某种原因或情况下 被检测时才发现感染 他的这样的一个说法 一个判断 那如果是中国的一些基层管理者看到了 相信会很有感慨 因为奥密克戎传播速度非常的快 那么小的地方 比如说县这个行政层面 当他的资源能力 智力财力有限的情况下 那去应对奥密克戎 可以说是防不胜防 以上就是7月11日新闻 一加一节目的最核心的内容了 现在也普遍被理解成为 因为有了这样的内容导致了这一期节目的被下架 事实上也正是因为这一期节目被下架 导致了杨战秋教授的相关的说法 其实呢 在网上有了更快的传播 有了更大的一个放大的效应在里面 不删除那你还有辩论的空间 不同的专家也许有不同的说法 那你删除了 那似乎给到的只是联想的空间 这一期节目 它来龙去脉 涉及到的一些细节 目前呢就不得而知 民进追击也尝试打电话 给到中国中央电视台的服务热线 但是电话一直忙 要排队很久 没有办法接通 这里面至少有这么一些看点 第一个看点就是 根据从央视的新闻一家一栏目走出来的制片人的说法 节目在播出之前 会有一个内部的审篇审核机制的 那节目能够在7月11日的晚间9点半 黄金时间播出来 那显然是过了内部的审核机制的 所以这个能不能理解成为央视的系统内部啊 有些记者编辑制片人 包括一些审核的人员 其实也是对新冠病毒 尤其是奥米克戎的防控措施 是有看法的呢 或者说他们希望呈现更多的视角 来帮助中国中央电视台的观众 对新冠奥米克戎病毒 以及中国的防控 有一个新的思考呢 7月11日的节目里 和杨战秋教授进行连线的 是中国中央电视台 也是中国新闻界非常知名的人物 白延松先生 在中国的新闻圈的江湖里 关于他的说法很多 这中间当然是有谈有赞了 但是因为他的资历摆在这里 很大程度上的 白延松先生走到哪里 哪里就是江湖 颇为值得玩味的是 白延松先生 围绕着新冠疫情 那也做了不少的节目 上一次引发普遍关注的是 在2020年的1月20日 他在节目中就连线了 钟南山的院士 钟南山院士在采访中 直接就两次提到 武汉的病毒已经出现了 人传人的情况 等于是直接否认了 直接打脸了当时武汉和湖北 官方的说法 给当时的中国人 带来了很大的震动 所以也可以看到 好的节目 他一定是接地气的 他首先是要反映事实的情况的 这个不管在哪一个媒体环境中 是一个金科玉律 那么其实和白延松先生一样 之前央视另外一位 非常知名的主持人 水军毅 他在节目中也提到 就是新冠疫情防控 反反复复 那么世界各国的领导人 都要思考如何让公众 来回到正常的生活之中 第二个看点 那7月11日的新闻 一加一的节目被拿掉 显然是说 央视意识到出了问题 甚至很有可能是触犯到了 中国的一些 宣传口径上的红线 所以这个不由的又让人联想 盛海雄目前是不是说压力很大 从理论上来讲 中国三大部级央媒之中 排名第一的还是人民日报社 但是在三大央媒 人民日报社 新华社 以及中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之中 盛海雄的位置是比较特殊的 他一方面是 中共中央宣传部的副部长 同时呢 在中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他是一人挑两个职务 一个是台长 一个是总编辑 那么在人民日报社的 妥振曾经是一人担两职 但是现在他只是人民日报社的社长 不再担任总编辑 新华社 傅华也是社长 55岁的 上海雄 普遍被西方的媒体称作是习近平 在中国意识形态领域的干将 他曾经在新华社 浙江分社工作15年 官职常务副总编辑 之后担任上海分社的副社长 总编辑 与先后主政浙江和上海的习近平 有交集 这个是历史的视角了 那么从现实的角度 最新的例子就是在6月底 那也是上海雄治下的央视 就突出介绍了习近平的武汉之行 要点之一 就认为习近平透过武汉之行 在对动态清零再做说明 再做动员 其中包括啊 就是要算大账 要算长远账 算整体账 算综合账 结合这样的背景 那再看7月11日 新闻一加一 这样知名的栏目的节目 上了又给撤了 所以至少说在管理的这个层面呢 那上海雄还是大疑 施近周了 本来首途 有责 本来对动态清零过往 是一以贯之的 在坚持 在强调 在做说明和动员 结果呢 现在这个节目是走出了完全的反方向 当然现在又有观点说 这个是不是 央媒在做一个测试呢 就是透过央视的报道 让中国普通的民众对于奥密克戎的畏惧的心思有所减弱呢 那这种可能性存在 但接下去还是得看一看 包括央视在内的别的一些央媒 关于动态清零 到底会不会有一些口风上的变化 最后有必要就顺道提一提 纽约时报最新的一则报道 就提到中国时而解除了 时而又收紧又推行的疫情防控的措施 不仅是让中国的官员感到为难 特别的是让一些资本界的人士感到很困惑 因为不确定性是资本的大敌 纽约时报的这篇文章 其实就点明了中国疫情防控的左摇右摆 如果说可以再精确一点的话 其实就是前进两步又退一步 或者是打左灯往右转 所以这样种种含混的信号 很大可能也是给了央媒 包括像白岩松 像水军翼这样的知名媒体人 一个感觉 让他们觉得呢 有必要去试一试 来推一推 来推一推中国的疫情防控 看上去是固步自封 是客舟求见这样的状态 会不会有一些变化 会不会在二十大之前 有一些变化 7月12日的新闻一加一的夜间节目呢 是由白岩松的搭档 董倩女士来主持的 过往他们也是两位主要的主持人了 那么7月13日 以及之后的新闻一加一的节目 白岩松先生会不会比较快的来出场 继续来主持呢 这似乎也是一个平定 中国疫情防控走向的标志 来看看中国的疫情 又出现了所谓的反弹 包括上海市 山东灵仪市 甘肃兰州市 海南省的海口市 广东省的珠海市 以及广州市的几个区域 现在闲都崩的比较的紧 在前面提到的这些地方 现在能够看到啊 新冠病毒的亚情毒株 BA.5 以及相关的变种 其实是已经穿搏开来了 为了严防死守 这样的亚情毒株 有些地方采取了严格的防控措施 甚至非常的严苛 引来了民怨 这个中间有必要提一提 疫情相对是比较平稳的天津市 天津市委书记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李鸿忠 他治下的这个地方 采取的一些措施啊 现在被一些天津人 自己也说呀 和尚打伞 无法无天 首先来看一看 疫情的总体的情况 根据中国卫健委 在7月13日 透过官网公布的信息 7月12日 全天从0点到24点 那么中国的31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 再加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报告了是新增确诊的 新冠病例是98例 其中本土确诊是57例 另外本土新增 无症状感染者是204例 先来看看上海的情况 那不管是官方还是民间 都非常紧张 官方紧张 首先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 如果说投入到疫情之中呢 又没有办法去抓经济了 同时中国二十大又在前 整体的氛围上海的高层 比如说李强市委书记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他必须要考虑 民间的紧张 那担心要封控 要持续的长久的封控 其实于普陀区的一家 KTV的上海本轮反弹疫情 从7月初开始呢 那已经是持续了多日的高位新增 并且已经有奥密克戎的 BA.5在内的多条传播链了 目前疫情已经涉及到了 上海全部16个辖区 中心城区大部分的接阵 均出现了阳性的病例 其中重在区普陀区啊 就是KTV所在的这个区 所属的10个接阵 全都出现了阳性病例 现在不完全统计 因为数字变化非常的快 那么从7月3日到7月13日 满打满算就是11天 上海一共报告了本土的阳性感染者 包括确诊的病例 以及无症状感染者 一共是433例了 所以可以看到BA.5 它传播速度确实是非常的快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其实过往几天啊 那关于上海疫情防控 会进一步从严的说法 已经是一波接一波 7月13日早晨上午 在上海的社交平台上 就出现了最新的说法 指上海的进出港的航班 会全部取消 全部暂停 那么官方很快给出的说法呢 这个消息是不实的 但是7月13日 根据一些实时的数据显示 上海的两个机场啊 那航班的进和出数据 确实是不那么乐观 比如说 虹桥机场 进出港的正常率 7月13日上午 一度是录得40% 普通机场的正常率 一度录得是33% 那看这样的数字 没有说完全停下来 但确实已经是非常的惨淡了 接着再看看广东的情况 所谓的疫情啊 多点散发 包括广东的中山 广州 佛山 深圳等地 均出现了疫情 4天大概是新增了病例 接近100人 那么珠海 因为有3例 确诊了幼儿园的老师 和保育员 相关的工作人员了 已经要求 整个珠海 全是停课 到了7月13日 下午两三点钟的时候 中国媒体啊 普遍以突发 来报道了 珠海市 又出现了 新的27例的病例 其中是确诊的13例 无症状感染者是14例 这27例病例呢 是7月13日上午 零点到12点的 最新的一个情况 都与幼儿园的 这个病例相关联 广州的话呢 至少涉及到了 四个区 海珠区 荔湾区 天河区 白云区 白云区呢 在海外做take away的 做中式快餐的 不少人 中国人啊 就是从白云区出来的 所以呢 相信白云区的 所谓的疫情 那么他们也是会 非常关注的 同时可能也觉得 比较奇怪 那就是面对 新冠的疫情啊 那么从普通人 个人的防护 个人的心态 到政府采取的措施 为什么西方的国家 和中国 有这么大的距离呢 那么接下去来看看 广东的一些地方的做法 为了应对疫情啊 广州 中山 珠海 佛山等地 近期是已经开展了 大规模的核酸筛查 深圳呢 并没有开展大规模的 核酸筛查 但是政策也是收紧了 进入公共场所 乘坐公共交通 均需要出使48小时内的 核酸检测的阴性证明 或者是24小时内的 核酸采样记录 那么核酸检测 就是已经所谓的常态化了 接下去就要看一看 李希了 广东省委书记 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委员 面对广东 这一波的疫情 会不会还会 有些重手段的 封控的措施 以上说的是 上海和广东的情况了 接下去来看看天津 天津市委书记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他的治下 其实天津这一段时间 疫情总体来说 是比较稳定的 有一些日子 没有阳性的患者出来 有些时候 只有是零星的几个 那么在这样相对 比较平缓的情况下 天津的一些做法 就显得非常的突兀 引来了普遍的批评 天津市怎么做的呢 援引官方的说法 近日在天津市 部分区域组织的 全域核酸检测中 有个别人员 未按时参加核酸筛查 给疫情防控带来的风险 据不完全统计 河东区 天津市的河东区 有14人 无故不参加筛查 被训诫 并责令补测 西清区 有123人被训诫 金南区 有8人被拘留 或者警告 并由有关部门 纳入了个人诚信记录 同时像这样的 具体的处罚 警告啊 行政拘留啊 等等还会纳入自然人的公共信用信息报告 而个人信用的失分 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牵一发而动全身 对孩子来的说就是升学入学 对自己来说呢 平优 包括未来的贷款 然后自己或者是孩子的出国 都可能会受到影响 所以是比较麻烦的一件事情 客观来说呢 你综合来看 那么像这样的一种严苛的做法 确实中国过往一些地方是有操作 比如说吉林的四平 那么再加上辽宁的大连 江苏的江阴 无锡等等 但是在直辖市中间 在由中共专家政治局委员来兼任地方一把手的这样的地方之中 那确实天津的做法 而且理直气壮去进行所谓的宣传 天津的这样的一种搞法 确实是非常的突出 现在中国大陆的媒体也是看到了这一点 另外一边一项 那天津的官方当然也是有备而来 不打无准备的仗 根据天津发改委 透过社交平台发布的消息 之所以有这样的一些严格的手段 那他们是有法律依据的 法律的依据是什么呢 那就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第50条 第一款第一项 就是说呢 拒不执行 人民政府在紧急状态情况下 依法发布的决定 命令的天津的相关的官方 可以警告拘留或者是罚款 另外一项依据 另外一项所谓的法律依据 就是天津市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 关于依法做好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疫情防控工作 切实保障人民群众 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 那比较长的一个名字了 根据的是这个决定 那么相关的官方 也可以采取一些法律措施 所以现在这个中间 最突出的问题在哪里呢 就是天津难道现在进入了紧急状态情况吗 很多天津人都在问 那显而易见是没有的 因为根据中国宪法的规定 只有中国的全国人大常委会 以及国务院才有资格 才有权利宣布一个省 自治区或者是直辖市 进入到所谓的紧急状态 地方上是没有这个资格和权利的 其实在五月上旬的时候 中国知名的宪法学者 在上海的华东政法大学的教授 童志伟先生 为首的一组中国的法律学者 对当时上海的一些疫情防控的做法 是提出了批评 当时上海的措施 官方的说法也是援引了 治安管理处罚法 关于紧急状态的法条 就是认为他们有这样的权利 来做疫情防控 当时因为批评比较多 除了童志伟其实还有一些体制内的媒体人 也是公开发声 上海呢 多多少少还是透过公共的平台 对外界做了一些解释 政策上呢 也是略有放松和调整 那么眼见着天津这一次 基本上也是一胡胡画瓢 但是做的呢 规模看上去是更大 而且做的是 或者想要达成的效果就是呢 要做的悄无声息 民警追击就打电话 给到了天津市政热线 12345 那么接电话的工作人员 首先就表示不清楚 这样的一些惩罚的措施啊 是不是一些区 甚至是一些街道 一些居委会的自选的动作 他们自己的做法 当然工作人员还是比较负责任的 在进一步的追问之下 他在电话那头就表示 马上去了解一下 很快给出的答复 刚才呢 咨询了一下 这个您可以关注一下 这个金云公众号 这个是官方的 这个如果上面有这个公布 这个像您说的 纳入信用记录这些的话 这个就是属于官方 如果已经是在官方 对已经在这个官方的 这个公众号 这些渠道报道的话 就是确实是属于官方的一个做法 所以比较明确的了 天津市目前核酸的筛查 和个人征信是挂了钩 不是比如说街道 比如说居委会的自选动作了 是整个天津市官方的做法 那这个不是加码 那是什么呢 这个 当然具体的决策是怎么样的 不清楚 但是不是会与李鸿忠有关系呢 作为一把手的李鸿忠 是不是要为这种加码要承担责任呢 在天津市的疫情之中 李鸿忠是总结了一个提法 就是底线思维底到底 极限思维到顶端 因为疫情防控非常的严格 天津第一季度的地区生产总值 同比只增长了0.1% 这个在地区生产总值 比较靠前的城市之中 是非常罕见的 第二季度的数据 相信很快就要出来了 到时候可以再看一看 天津的数字是怎么样的 根据天津官方媒体的报道 也根据李鸿忠自己的说法 那确实天津在李鸿忠的治下 花了很大的精力 人力物力财力 去做所谓的动态清零 所以李鸿忠对习近平的紧跟 他的这样的一种形象 特别是在考虑到李鸿忠 在天津地方党代会前后 对习近平的一些称谓 无论是在朝在野 还是说在中国的舆论场 还是在中国以外的舆论场 那忠诚不绝对 绝对不忠诚 这样的标签 已经跟他是如影随形了 他也对得起这样的标签 李鸿忠事实上也是这样的一个典型 就是随着中共秋天的二十大 已经越来越近了 那么在疫情防控 其实从2020年 一直防到了2022年的7月份了 那很多官员 一个现实的选择 那就是宁左勿右 宁言勿松 宁愿在政治上的讲究多一点 也不愿意在科学层面的探讨多一点 以上就是今天的明镜追击 谢谢朋友们 黑小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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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眼睛被河南的黑社会 黑衣人白衣人 反正是没穿警服的 给打成这样了 然后被拉上了这个大把车 车上有四个警察 还是三个警察 我也看不清 然后也不让我去医院 也不知道要拿哪边去 大家好 欢迎回到世界的中国节目 我是主持人王邦瑞 先给大家预报一个好消息 那就是上次节目 我给大家提起过 如果大家爱听 心理承受力足够强 我会给大家唱一遍 清唱啊 梁静如女士的可惜不是你 因为这首歌啊 在安倍首相遇刺以后 突然火起来了 体现出来当今中国一种特别拧巴 又特别有意思的这种社会心理 当然我唱这首歌啊 词做了改动 互联网上的高手真多 有个号 叫乳透社 人家把这个词改了以后 非常的精妙 我就唱这个新版的 这首歌的歌词 我就会放在这本期节目的留言区里 大家看看就知道了 我尤其喜欢 那最后一句 闲话少去 我们来聊一聊今天正经八百的新闻 那就是河南又出事了 大家都知道 河南一出事啊 通常不是什么好事 那这一次 不但不是好事 可能会影响二十大的召开 可能会让习家军这三个字慢慢的变成一个贬义词 我深深的为习主席感到担心 也对河南当地领导没有处理好这样一个事情 感到极其的愤慨 咱们看一下河南村镇银行的弊案愈演愈烈 今天全国三千名取不到款的储户 云集河南省会郑州展开维权行动 现场视频我们已经看到了 警方和衣着整齐白衬衫蓝裤子的不明人士 将他们围困起来 产生了肢体的冲突 很吓人 我看了这个视频 那里面那些白衣人都训练有素 五大三粗 让我想起来香港当年发生的元朗事件 那些人也都是衣着很整齐 像受过训练的 那今天在河南上演的这一幕 那真的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罕见 也是非常有意义的 那这个事件是我们节目第一次聊 所以给我们这个节目的老观众新观众做一个背景的介绍 那就是四月份的时候 河南村镇银行的储户发现无法提取现金 网上也取不了 人去也取不了 这个时候六月份有一大批人想去河南取回存款 却被天降红马 这个完全可以用一句诗来形容 叫人在家中坐红马天上来 一下就不行了 但人家本来检测的都是阴性 咋就不行了呢 后来才发现这个健康马的红马被河南省用作了维文 他们就知道这帮人要来取钱 取自己的存款 涉案金额可能高达人民币400亿元 但是银行里已经没有这个存款了 没有这个钱了 所以为了避免这些血本无归的储户跑到河南来添乱 来恶意取款 他们河南省就采取了措施 给他红马 不让他来 这个事情马上引起了全社会各界的关注 也是前段时间大家关注的焦点之一 连胡雕盘胡老师都看不下去了 说怎么能任意改变健康马的用途 如果这样的话 那就没有谱了 那就没有底线了 是不是健康马就是用来防控的 好吗 你现在用来防止人家储户正常来提款 这叫什么事 但是这种语情的翻转并没有带来事情实际的改观 该取不出来钱还是取不出来钱 所以储户急了 这一次他们云集省会郑州开燃温泉行动 这个标语写的是特别有意思 上面写着叫反对权力任性 反对河南省政府联合黑社会暴力殴打储户 那里面的声音听得很清楚 他们这个齐声呐喊黑社会黑社会黑社会 还有一个写的更心酸 说40万储户在河南破灭了中国梦 这个中国梦本来就没有 现在中国梦变成了变成了中国春梦 变成了中国梦仪 你手里就是一把水 就是一把那个不可名状的液体 除此以外哪有什么中国梦 对吧 还有人把目标把靶子直接对准了河南省委书记楼阳生 说他一二到零搞这个三零政策 叫零上坊零事故零案件 你看河南省领导啊 这个干起这些事来 跟很多国内的这个大领导一样 叫什么 叫干坏事的时候 精益求精 干好事的时候一塌糊涂 你看他们干坏事的时候 你看总结的多好 叫零上坊零事故零案件 那这个事情 刚听说这个事件 我们的观众朋友可能会有点疑问 觉得这有点活酒件啊 存款就是存款 怎么可能取不出来呢 我告诉大家 今天的中国那就是活酒件 今天的河南 那更是活酒件里面的活酒件 这里面的诀窍是什么呢 这这么多的储户 这400亿 这些储户啊 办的是存款的手续 给的也是存款的确认 但实际上他买的是理财产品 同时最最最最关键的是 这个理财产品购买的时候 这个系统啊 没有经过银行的正当系统 而是在银行系统之外 又起了一个系统 这个系统国家不掌握 政府也不掌握 所以现在河南的上一级银行 表示不负责 我们没有这种记录 说你们存款了 这事就成了阴阳门 就成了罗生门 老百姓手里储户 拿着存款的手续 来要存款 存款银行说我没有 事实上他确实没有 钱都去了哪 钱都去了这家理财公司 叫什么 叫河南新财富集团 今天我给大家爆个料 给大家讲讲中国这些事情啊 中国这些领导 这些土豪 他不用撅屁股 我就知道他要拉什么事 哎呀 我一看就知道 大概是怎么回事 我们也做了很多的调研 问了很多的人 那么这一次无法取款的 很多这个村镇银行啊 由同一家大股东 叫许昌农商行参股 这个许昌的农商行啊 股权管理十分混乱 但是后面能看出 有一家公司 叫河南新财富集团 当然许昌市的财政局 下属公司啊 也参股了 而且这个河南新财富集团 颇向肖建华先生 搞的那个啊 明天系 因为啥 就这么个河南新财富集团 他参股了至少13家银行 并且通过银行和关联公司啊 转移巨额之间啊 那根据许昌市公安局 6月18号发布的公告 说大家看着啊 从2011年以来 你看到今天为止 11年了 以实控人吕某为首的犯罪团伙 河南新财富集团 涉嫌利用村镇银行 实施系列严重犯罪 而多家媒体报道 河南许昌市公安局 通贸的吕某 这里我就不点名字了 海外很多人认识他 我也知道 这个吕某 就是这所有背后的实际控制人 吕某本人啊 73还是74年人 你看比我还小 你看人家混的 所以你看这个人比人啊 简直是气死人 人家把这400亿 就卷走了 而且最重要的是啊 这个实控人吕某啊 那真的还算是有眼光 为啥 他早就买好了外国护照 他持的是塞浦路斯的护照 而且这个河南新财富集团 今天二月份已经注销了啊 公司已经没了 钱也已经没了 那到底这400亿去了哪里 我告诉大家啊 这有多奇霸 真的是火酒见 这成千上万名储户啊 去这个农村的这个乡镇银行 搞的这个存款啊 这个钱啊 建了一个假系统 这个假系统呢 是用着真个银行的手去做了个假系统 外行人啊 你去存款的时候 跟你去普通银行存款 那个程序 那个正规也没有任何区别 但实际上你以为存银行了 实际上一分都没有 都存到吕总的这个公司里去了 或者跟他的同伙 这个这个共同设立的账户去了 你说这钱赚的 哎呀 我跟你说 还什么创业 还什么大众创新 万众创业 还什么赌 读这个MBA 还要上MIT 还要上哈佛MBA 都是扯淡 在中国挣钱 就得像吕总这样赚 在真银行的手续以外 做了个假系统 这二八经开门迎客 所有来存钱的 直接把钱存到他那里 存了以后 就地消失 人间蒸发 但是问题就是 用真银行的手续 做了个假系统 吕某自己有这个本事吗 或者说临时 搭个草台班子 能迅速的 建好这个系统吗 关键就是 对外的广告 对外打的招牌 那还是银行啊 对不对 哎 所以这事 吕某的同伙是谁 第二 这四百亿 到底去哪了 有多少被吕某 转移到海外来了 有多少还没转动 这四百亿去哪了 你看 政府啊 又把维稳的试炼 这个白衣男 派来 来搞这些储户 就是对外不说 这四百亿去哪了 最最最最关键的是 前段时间 这个红马被滥用事件 据我所知啊 涉及河南省 至少三个地市 至少涉及 五个以上的部门 谁有这个能力 来做这样的事情 为什么说涉及 好几个省市以上呢 比如说许昌 比如说洛阳 比如说开封 这里面有很多是河南村镇银行的储户 他在网上发现不行了 来就发现红马了 你看 这是 得是河南省层面有人 才能控制好 所有的城市都 他都能管得动 就一个郑州 他恐怕管不了这么多 对吧 所以这个地方啊 不止一个地方 另外最关键的一个事情是 还要协调好几个部门 你看要涉调 要涉及卫生防疫 对吧 他健康码吧 还有网信 这个码是他们搞的 管理是他们搞的 网信部门 还有啊 那个这一次不但是搞 这个啊 健康码的变红了 还有那个买房子 就是好多烂尾楼的这个啊 购房户也被红马了 还涉及到烂尾楼啊 房地产开发的这些部门 你看 这是一个分工多么细致 合作多么紧密的一个做法 哎 就这样 愣是做成了红马事件 让你这成千上百人啊 到不了郑州取不了钱 所以你看 河南新财富 那真是啊 可以看出祖国遍地都是明天系 祖国啊 遍地都是小建华啊 这个吕某啊 那就是小一号的小建华啊 这个吕某啊 老家是河南南洋 国籍是塞浦路斯 非常的低调啊 非常的低调啊 就跟前两天那个遥远外啊 就是江浙那一代那个大富豪 后来要把王石赶出万科系的那个遥远外啊 非常厉害 非常低调啊 当年遥远外就是 勒令底下的工作人员有个标准 在互联网上绝对不准搜出 姚某某这个名字啊 很厉害 这个这个吕啊 也很低调 当然在他必须露面的时候 他自称是利比里亚 做中国商务投资代表 塞浦路斯某某某投资集团的董事长 当然有关媒体去查了 在塞浦路斯啊 确实有房产是他的啊 这位一直在金融圈里混 主要业务就是搞贷款啊 当然当年啊 搞大碗这事还是比较困难的啊 但是吕总在这一行混得风生水起 能量是可想而知啊 这里面啊 让我想起我在中国的很多地方 尤其是北方什么 什么黑龙江啊 辽宁啊 沈阳啊 山东啊 河南啊 有很多和这个啊 路桥建设和高速公路开发 丝毫没有这方面背景的 我一些我一些朋友 比如说原来是开舞厅的 还有一些是这个画画的 突然成立了这个房地产 或者是叫路桥开发公司 马上就能拿到大项目 你看这个吕总 就是当年2003年啊 拿下了一条河南省的高速公路的建设和收费权啊 这个就是很神 但他是怎么挣这个钱 怎么怎么怎么搞的呢 和其他人一样 哎 没钱怎么办 我既然拿到了这个项目 我把这条高速公路的收费权做抵押 从银行带了23亿啊 所以坊间很多人问 吕总第一笔钱是怎么赚的 这就是他怎么赚的啊 拿到了项目以后 拿这个做抵押 拿抵押以后 从银行带23亿 这23亿可能只花了一个亿用于建设高速 22亿可能啊 都被他转到海外来了啊 这方面本来他就做好了啊 这个溜 溜走的这个准备 这是经典的空手套白狼啊 满满的河南会面味 那个空手套白狼啊 当然啊 你搞这个村镇银行 你搞贷款 你搞投资 中国人喜欢看牌场就觉得 这大哥有没有钱还啊 我跟他做生意将来行不行啊 人家短短几年 这个吕总啊就变成了河南古董第一人 不但玩路桥 玩这种几十亿上百亿的大项目 还玩古董 而且那古董都是真的 不是假的 喜欢玩翡翠 号称自己有很多的绝世珍宝 还在海外搞过展览啊 你看据行内人分析 就他们见到的那些绝世珍宝啊 就在这个吕总在大哥家见到的 值六千亿 哎 很多人对他说法深信不疑 因为没法怀疑啊 你时不时就把朋友老领导 请到他家里啊 屋里边摆满了翡翠 大家行家一看这翡翠直前 哎呀 吕总出手扩说 啊 机器人来了 一人拿一个枣自己挑 哎 这一个镯子啊 一个玉器 一个翡翠 就值个千八百万是有可能的 出手极其扩充 所以当这个河南村镇银行 储户这个 要要爆雷这事出来以后 很多人表示怀疑不会吧 吕大哥吕总多牛逼啊 是吧 400亿根本不是个事 人家不会还不起的 顶多有点资金周转困难 你看 这是一般人的印象 这恰恰 就是吕总 包括像这个肖建华 他们能够玩着赚的原因 事实上金融这个事情 它就是个心理作用 如果没人查就永远倒不了 东墙补西墙 前村贴后村 它就倒不了 但问题就是一旦事情发生了 那就补不上这个窟窿 就成了一个问题了 当然在中国搞贷款 搞金融啊 一方面 就是我们在很多节目里也说了 在中国搞啥最来钱 快 就是搞金融 你搞生产 还得死气白来的 慢慢的搞生产 还得进机床 还得搞设备 还得找客户 还得卖 最直接的就是搞银行 搞IPO上市 老领导的孩子 不都搞IPO上市吗 你看这个驴翼 没听说他有红二代的背景 但是人家有红二代这个本事 而且玩的更高 直接用银行的系统 模仿着自己造一套系统 让出货把钱直接存自己这 还有这么干的 你说这就是叫假银行 干成了 当然这里面为什么这么干 主要是因为 在中国拿贷款成本很高 其中最重要的成本 就是行贿的成本 跟谁行贿 跟银行行长 在网上有一个2018年的判决书 很见的提到了这个吕某吕总 当时这个被判刑的 是郑州银行的副行长乔军安 判决书透露 吕某为寻求贷款向乔军安 行贿2300多万 两个人还底下有协议 吃这个息差 就是这个利息息差 这个 这个两人评分 乔军安负责银行批准 吕某拿到钱以后 再放贷给其他公司 这个利息差就两个人分了 你看这个这个这个钱挣的 那真是不错 另外还有一个人 2017年 吕某用那条高速公路 50%的股份为抵押 向横峰银行贷款35亿 你看又是35亿 当时这个横峰银行的董事长 叫蔡国华 对这个贷款开了绿灯 直到蔡落马 这笔贷款也没有归还 真的我想起中国一句话 当年我想挣钱的时候 这个圈里的大哥就跟我说 这挣钱不如借钱 借钱不如不还 哎呦 我到今天才明白 那真较高啊 那真较高啊 现在后悔了我肠子都清了啊 网上有些报道 说这个蔡国华啊 也不是省油的灯 对一些大额贷款 他好处费张口就要5个亿 或者6个亿啊 报销的费用张口就敢报3个亿 你看没准 吕总的成本在这儿就得花10个亿 所以你看人家给他贷35亿 是吧 他光好处费就要给出10个亿 哎 吕总也不容易 也不容易啊 所以啊 在贷款这条路上走了这么多黑路啊 走了这么多弯路 吕总啊 那也是个人中楼凤啊 那就像当年这个 我看那个衡水中学那个毕业生啊 这个雄心满满 说我就算是农村的一个土著 我要拱了城里这些白菜 人家这个这个谁啊 这个吕总也有这种信心和念头 就是我既然要给你银行 要行贿搞这么多钱 我还弄点钱了 我还得往下贷 我还给你分这个利息差 这钱挣的 这个死去排来的啊 是不是 如果我自己能够搞个银行 能控制银行 那会不会方便很多啊 哎 思路啊 决定出路 吕总就干了这个买卖 他自己干了银行啊 机会来了 因为啥 P2P来了吗 互联网金融平台推出好多 保本理财产产品 背后就是银行啊 这对这种村的银行是个好事 因为原来啊 你没有互联网的时候 你比如说你河南许昌银行 你只能面对许昌 现在有了互联网 你就能把生意做到 这个信仰 做到洛阳 做到郑州 做到全国各个城市 海南三亚都行 在网上买就行了 对吧 所以他能面对全国了 再到后来 大家知道吧 这个P2P也就爆雷了 出事是吧 银行保本理财 收益率不断下滑 不行了 但是小银行 还是过了几年好日子 因为监管松懈吗 他们直接开出 4.9%的年利率 太有优惑力了 然后各大平台玩命鼓吹 拼命给你发短信 这一下 让这个真实这小银行 过了几年好日子 所以吕总这个时候 真的也是发财了 发财了 那整个这个生物链里面 最牛叉的 是原民间会主席 蔡厄生 2022年2月 前不久 你看才5月之前 蔡厄生被捕 其中据说就涉及到 这个吕某被要求协助调查 这个消息传出来以后 吕某就去了美国 据我们很多的信息 很多的朋友说 吕某就在纽约 就在纽约 而且还做上了联合国的生意 直接和联合国挂上钩了 你看 网上出现了联合国新媒体 9万电视国际传媒 董事长吕某 向全世界讲好中国故事 自称是一家总部委员纽约 由理事务管理的 非令吸引新媒体机构 这里边还愣是把联合国的 这个律师长 国特雷斯什么都签到一起 实际上你仔细看看这个文章 没关系 没关系 那就是他们在时代广场 搞了个活动 那当时播放的宣传片里面 这个他们所要从事的 世界永久和平这个视野 人家联合国民主党 当然也对这样的视野发过言 但是和这个公司和这个台 和这个吕某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所以这个吕某在海外干的这个事 和他的中国做这个生意 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就是在海外 很多所谓的国内超级流富豪 到海外来以后 玩的非常的low 非常的下贱 我可以明确的告诉大家 在海外 这个叫什么什么电视的 除了明镜电视 其他都是他妈下三浪 其余都是一波 这个比驴某 还要能量小N个等级的 那些莫名其妙 连饭都吃不上 吃个烧鸡 都得砍三瓣 要分三天吃 他才能维持生活的 这么的帮下三浪 所以 他在海外干这个事 和在国内 这个手笔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这里面的原因 说实话 目前我们也不太清楚 所以像吕总 像肖建华 这样的人 背后 那都是一大票 能量巨大的人物 当然提起这个来 前两天我那个节目 讲肖建华 还有人在底下留言 问的很好 问的很好 说你得不得 说了半天 也没告诉我们 肖建华的后台到底是谁 肖建华的后台很多 很多 我不说了吗 70%以上的政治局委员 100%的政治局常委 都是肖建华的客户 人家管理那个钱是巨量的 当然 要说媒体上报道比较频繁 官面上能见到比较大的案子 那就是当年 曾庆红的儿子曾伟 要以低成本 甚至是零成本 收购山东的头话国企 山东鲁能 那个事情出钱的 就是肖建华 这也是肖建华进入公众视野 可以说也引起了中央监管高层 特别震动的一个事情之一 但至于他和曾 是不是比跟别的常委还要铁 这咱不知道 但只能说 爆出来的事情里面 这事比较轰动 山东鲁能 当年为这个事 胡舒立女士财新 还担了很大的风险 她写了一篇叫谁的鲁能 谁的鲁能 写的就是当年 曾庆红的公子曾伟 上下其手 要把鲁能的资产 低成本甚至无成本的 就拿走了 拿走了 鲁能要改制 这个事出钱方 就是肖建华 说起这个来 还有一段小插曲 这个事情出了以后 中央很震动 当然了 不是震动肖建华 也不是震动鲁能 而是震动 这个财新把这事发出来 所以那一期的财新杂志 被全面回收 有一种传言 说胡舒立当天拎着两条烟一瓶酒 赶紧去见了李鹏 因为胡舒立也是有些背景 家里也是个 转红二代 是吧 不能说是标准红二代 是个转红二代 赶紧去跟李叔叔 说朱阿姨就是李鹏和朱灵得道个歉 这事没处理好 因为他如果不登门道歉 可能就要抓人 这是当年北京流传的这个这个段子 也有一些也有一些真实性的成分 真实性的成分 总而言之 财新那一次表现不错 把这个事捅了出来 所以这就是一个连环套 最后 肖建华和曾家这么深的瓜葛 这么大的手笔 要把山东的头号国旗给拿下 也真是让这个北京非常的震惊 非常的震惊 这一切也都是这个像肖建华 他们后来出事的这个原因之一 那么提到他 我还是说肖建华既然这么牛叉 这个吕某至少在河南省 那就应该是像中国的全国范围的 肖建华这么牛叉 起码在河南省他能吃得定 所以这一次 乡镇银行 村内银行这个储户里面 打的牌子里面 直接点名了河南省委书记楼阳生 我认为也是一个标记性的 一个分水岭般的事件 为什么 哎呀 说起来我都被为习近平先生 感到担心 感到担心 希鲁鞋 你看这个英明神 我一千年出一个 像何老板所说 所说这个 习近平处于这个历史上最好的时机 让中国能够天翻地覆 能够改变 是他能够改变 我们对他寄予很大的希望 对吧 他问题的关键是 你看他班子里面这些人 河南省委书记楼阳生 也是标准的习派 之江新军 为什么这么说 就是因为当年习在浙江的时候 楼阳生就是他的干将 他俩的交集 开始于那个浙江一个水库大坝工程 叫滩坑水库大坝 楼阳生生于1959年 1976年上山下乡当知青 你看和习主席一样 知青出身 1977年参加高考 考入了浙江师范学院的数学系 大学别以后 在浙江龙游当老师 后来成了团派 在共青团龙游县 担任县委书记 从此走上了从政之路 他和习近平的交集 是2002年10月到2007年3月 习近平在浙江省担任 主要领导职务期间 楼阳生是浙江沥水的 社会书记 现在这个沥水 当然就是胡锦涛的公子 在那干 是不是 这里面 习近平和楼阳生 据很多人分析 结下了友谊 也结下了同志般的友情 那么当年有一个大的项目 就是1992年的 全国人大批准三下工程 这是国家行为 一切都要为此让路 浙江省当然也要领风气之先 要做好表率 各省市都看中央 然后在浙江省内的三下工程 就是所谓的滩康工程 滩康工程正好还立于 丽水县下属的清田县 也属于一个非常关键的项目 清田也很有名 大家听说过没 叫世界怕美国 美国怕清田 为什么这么说 全世界都怕美帝 美帝有洋枪洋炮 比较横 但美帝最怕清田 为什么 清田90%以上的清断层人口 都偷渡了 浙江到海外来 偷渡客 基本都是清田来的 整个清田县都清空了 所以这是为什么 叫世界怕美国 美国怕清田 就来自这里 我们回到这个正题 摊坑工程 项目很大 具体技术指标 我就不给大家说了 关键是要涉及大量的水库移民 当年老百姓 想当然的认为 赔偿费太低 产生了群体事件 导致了工程可能被尖 被耽搁 光公安部门有记录的公开抗争 就有15次 那么这个时候 当时任省委书记的习近平 就把涉水的市委书记罗阳生 叫到杭州 开会解决办法 罗阳生这种当过知青的 这种党的干部 像我刚才说的 那真是干坏事 精益求精 干好事一塌糊涂 感到要整人了 马上 这个 罗阳生 讲的偷偷是道 让习近平 这个喜言悦策 混心鼓舞 他总结出来了这么几个字 怎么搞定这些 上访的 你看是这么说的 叫疏导为主 各个击破 做到大维稳小处置 长期监制 事实打击 公密结合 专群合一 你看看 你看人家总结的 我真是佩服的 我这个脚脖子都要拧了 罗阳生就用这个办法 也是动用了黑社会 公开的也采取了很多说服的办法 秘密的也使用了很多黑社会的手法 将几个人 领头几个人弄进去了 最后平息了这个事件 保证了贪康工程 保质保量的完成了 这后来这些事件都在这个相关的专业媒体上 很多的地方得到了这个表扬 称赞 甚至浙江省委党校还搞了一个相关的经验总结 要大家学习沥水 那你看 当年楼阳生就是帮助习近平建成了浙江的三峡工程 所以他也得到了习近平的吉利赞赏 2008年 楼阳生就从丽江市委书记的位置提拔到了浙江省的政协副主席 你看 成了省领导了 而且担任省委统战部的部长 这没有习近平的亲自提携 亲自指挥 亲自部署 他是做不成的 后来他有一步步从海南湖北山西一步步高升 终于在2021年5月出任了河南省委书记 大家看到没 所以楼阳生是习近平的人 楼阳生在河南就相当于李强在上海 但是楼阳生到了河南以后 最大的问题在哪呢 就是他老给习主席捅娄子 这个世界上的事情也是那么奇葩 我到现在没有想通 早就要歪得跟何老板好好的探讨一下 为什么又红又钻的人 就是一个都还没出生 你看这些领导干部 如果他一心向党 政治上过硬 他业务水平他就是很low 搞得像拎不起来的阿斗 到处出岔子出问题 你看这个楼阳生就是个典型 大家记得吗 2021年去年 720郑州水战 这个长庄水阔微景泄洪 是造成严重洪水灾害的直接原因 那这个里面很细 很细 我给大家 我争取不要讲的这个太细节 这个长庄水库 从规模上来讲 它是个市管水库 那就是归郑州市管 但问题是 他又给省会城市 这个郑州 提供水源供水 所以他又归省委馆 最后查成了个省管项目 那720水灾最关键的时候 就是要决定 是不是 把长庄水库要泄洪 当时在现场的 有郑州市的领导 郑州市的市长 后来被处理的 这个郑州的市委书记 都在现场 但是楼阳生也在现场 这是很多媒体 没有报道或者刻意忽略的 那当这个情况很紧急 要决定 是不是泄洪的时候 是据说是楼阳生牌板 说泄洪 结果整个的这个 就暴低了 和这个郑州就出事了 最后受到处理的是 郑州市委书记徐立毅 但问题的关键是 这里面请问出了这么大的事情 你河南省委书记 就没有责任吗 我们可以看到 后来的国务院专家组的 这个组成就发现 这个楼书记真是高 他在关键位置上就已经卡准了 这个事情就是来调查郑州市的 不是来调查河南省的 因为调查组的副组长 就是河南省的一个高级官员 是省长还是副省长 我忘了 没有去查 反正有这么个人 所以最后处理的结果 是严地惩处了徐立毅同志 以及郑州市的有关案部 但是河南省委书记 楼阳生安全过关 但实际上我认为楼阳生才是 720水灾最主要的负责人 那除了在这个国务院专家组卡位 卡得好以外 河南省委书记楼阳生还体现出了一个老党棍 超级的这个运作能力在哪呢 那就是当年这个720事情出了以后 全国媒体一片哗然 大家集中精力报道这个720水灾的时候 那个时候疫情也起来了 当时郑州出现了一例 一例阳性 就这一例阳性 河南省突然这个小题大做 突然大惊思想说 哎呦防疫第一 现在要进行隔离 无关人等到他们给我撤出去 就用这个理由 把所有的无关人等 有可能引起问题的各路的记者 全给赶出了河南省 这也导致了对720水灾的报道 嘎然而止 叫假然而止是吧 有有观众批评过我 说那个字叫假然而止 那个anway 我这个文化水平不高 我是读错字 那么后来 还有720洪水灾 这个死亡十多人数的迟报瞒报 这个事情 那更是掌握在河南省委省政府手里 怎么这个事怎么能怪郑州市呢 对吧 总而言之 你看这个楼阳生的所作所为 我看跟这个上海的李强有一笔 那是除了脸以外 啥都想要 你看这个李强也是 上海搞成这个德行 上海2500万人民 让他判了三个月有期徒刑 出了这么多的次生灾害 你看前两天 这个瑞金医院又出来砍人的 对砍人这个事 据说是上海电视台 一个59岁的老员工被辞退了 59岁辞退 哎呦 这就相当于他们冻发花枝叶 当天晚上上床之前把你给淹了 那人生这一辈子到这个阶段 你把人家辞退了 但具体情况不了解 所以就出事了 但是为什么辞退 和疫情有没有关系 各方面的这个很可能都有密切的关系 所以你看这个谁啊 这个 这个李强啊 竟然宣布上海取得了重大胜利 你看这不又开始疯了吗 上海没有停止疯 还是会接着疯 这一点这个毋庸置疑 但是你看李强仍然为了自己的入常 为了自己的政治生命 他就说我已经胜利了 谁敢说他没生呢 你说这和楼阳生啊 一起同工之妙 所以我话又说楼阳生 又说这个李强 问题的关键就在于 习书记习主席 你再是天重其才 对吧 你看你身边的这些左膀右臂 一个楼阳生 一个李强 在这上北京那个不要脸的蔡奇 蔡奇也太太太龌龊了 这个人 你看他作为北京市的这个这个书记 至刚刚发布的九条金领域不顾 竟然要求北京这个公共场所呀 强制疫苗 没打疫苗不能进 哎 马上引起了舆论一片沸腾 我看脸颜这个胡老师也受不了了 开始批评这个事 结果哎呦 北京这两天把这个规定给撤了 实在是顶不住 把这个给把这个新发布的规定给撤了 为啥 疫苗防治法里面说的很清楚 疫苗应该采取知情自愿同意的原则 六个字 知情自愿同意 你北京率先就开始违法 要求强制疫苗 你哪来的这个依据 更关键的是你那个疫苗不顶用 大家不是不知道 要顶用 不会发展成今天这个样子 那这种情况下 更关键的是 假设他有用 北京市2500万人 绝大部分都已经注射疫苗了 如果按照官方的统计 百分之九十几都已经注射疫苗的话 也没有必要出台 这么决绝 这么仓促 这么二逼的一个决定 所以你看北京市只好回头路 自己闹了个大红脸 灰头土脸的 你看看 大家看看 北京这个熊样 蔡奇 李强上海这么个熊样 河南楼阳生又这么个熊样 你看看这些习家军 我真的担心 我总觉得习主席 如果二十大不连任 个人安稳退休 安度晚年 可能对他是最好的结果 你这么硬来上了以后 上了 再给你十年 好不好 看一看你身边的这些人 你未来的十年 就要靠这帮人 他在前十年 给你惹了这些娄子 后边十年 都会加倍的释放出来 问题的关键是 你本人也就是这么一个认识水平 你也就是喜欢这样的人 你看罗阳生 又是他妈一个知青 知青能干嘛 除了玩小方 在我回来成年那个晚上 以后我来到小河旁 一双美丽大眼睛 什么辫子 粗又长 他整天就琢磨这些事 然后就是整人 真的干点事情的时候 那真是叫干坏事 精益求精 干坏好事 他们一塌糊涂 怎么办 没办法 所以我看习主席 那真的是要 不撞南墙不回头 我作为一个媒体人 我也没别的办法 我只能在南墙哥这儿等着你 咱看看历史会做出怎样的回答 那么如约给大家唱这首歌 我最喜欢最后一句 也欢迎大家点赞 打赏 也给我们的节目 分享给更多的朋友 谢谢您 下期节目 再见 这一刻突然觉得好窒息 像不换健康埋走了十里 微波伤心再乐或没人心 不就是疯狂宇宙的证据 错误执行者都在秦城里 权力和水平只能成反比 天性坚步强自自强不息 小学博士亲自清零经济 996007挡不住你 全球大撒笔 以为闹剧在场 九十年人气 先发成死昨天 可是昨天你才是主席 但是到了年底 你要当皇帝 可惜不是你 中枪在背后 宽衣送到几年 唐培某某 清风的是你 有门才到底 一直其实到最后 那一天我们会团结坚定 不再有删帖封号和精品 民主自由 民主自由不是别人封建 因为我相信 This is my duty 等待人明日报 头版头条 福高那一天 共产独裁保证 不会是永远 虽然那是明天 可是明天 已不再遥远 一睁开我双眼 我就看得见 可惜不是你 今天扑街头 头上山痴身 头上山痴身 命带你走 萨格尔是你 世事才不朽 仿佛只能变 腊肉 可惜不是你 倒在马路口 疯狂于肘 让灵魂去遨游 教室也是你 放下你的手 致命方向都向后 如果那是你 击穿了胸口 先做核酸 再抢救 各位观众 各位听众大家好 这里是明镜电视局势节目 我是郑旭光 今天是7月7日 星期四 所谓的七七 卢沟桥事变85周年 那么在今天呢 85周年这一季呢 王沪宁 王沪宁和蔡奇 在这个卢沟桥 卢沟桥这个纪念馆 抗日战争纪念馆 出席一个纪念仪式 那么习近平呢 没有看到他活动 但是在人民日报和新华网 都大幅的刊登了 他往年的讲话 往年的讲话 这事是比较奇怪 比较奇怪 因为85年也算是一个整数 算是逢五逢十 在中国习惯里头 也算是一个数字 那么李克强干什么去了 李克强他去福州去了 去福建了 我们知道这个习近平去香港 参加这个香港主权25周年回归 这个仪式 也参加李家超的这个就职典礼 那么 这个中间呢 他到了武汉 算是南巡发表了一通 讲这个动态清零 挺动态清零的讲话 那么动态清零那个讲话之后 有作用没有 有 西安 又封城了 那当然西安的这个负责人说 这不是封城 这个上海呢 又全员检测了 但是与此同时呢 河北九省市九市取消了常态核酸检测 北京啊 北京要陆续开通国际航班 也降低了这个隔离啊 隔离观察 从这个高中风险区隔离观察的时间 入京的时间 入京隔离观察的时间 那么 李克强呢 李克强到了福建 就像他 前一次到了昆明啊 在在云南召开了12省的省长会议啊 省长的这个线上会议啊 当时呢 这12省中间的有10个省啊 是处于这个 前十位的啊 经济啊 经济省份 那么这一次他去福建 那针对性就更强了啊 福建是什么呢 是五省市啊 包括上海 五省市 那么 他在福建这个会议是什么会议呢 叫做东南沿海省份政府主要负责人座谈会 啊 就省长啊 省长会议啊 继续延续了他十万人大会这个节 节奏啊 这次聚焦东南五省市 那么在会上呢 福建省委书记 尹立 省长赵龙 上海市长龚正 江苏省长许坤林 浙江省长王浩 广东省长王中 王伟忠啊 视频发言 啊 那么大家讨论对经济局势的看法 并提出建议啊 这个有点像在云南 云南也是省委书记啊 省委书记出面发言 但是呢 通过视频参会的啊 只有省长啊 各省的省长 那么李克强在会上说什么呢 说今年以来啊 我国经济运行经历了很不寻常的过程 啊 各地方啊 各地区各部门啊 这个各地区就指的各省 各部门指的是这个国务院的各个部委啊 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和政府工作报告 确定的政策举措 从这话你能看出什么呢 李克强啊 关于经济事务 他就认这两个东西啊 一个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啊 在这个经济工作会议上 李克强是做了具体部署的啊 那么另外一个就他的政府工作报告 他是在行政系统强调李克强的权威的啊 他说实施稳经济一揽子措施 总的看经济正在恢复非常不易 但恢复的基础不牢固啊 稳经济还要付出努力 恢复的基础不牢固啊 这个就是半月谈上发表的那个半月谈评论员的文章啊 这个主调啊 可惜呢 是被删掉了 那么他在这个座谈中讲 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 这个调子啊 这叫老调重提啊 这什么老调呢 邓小平的老调啊 叫发展是硬道理 那么江湖基本上是沿着这个线路 通过发展把问题甩到后面 啊 那么李克强说啊 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地方经济发展 发挥中央地方两个机器性 协同实施宏观政策和深化改革 帮助市场恢复元气 那么在2021年啊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呢 啊 当时叫做习近平啊 这个部署了2022经济工作 李克强对明年经济工作做出具体部署 啊 并做总总结讲话啊 那么在这个 哦 咱们就这插插进来一段 在李克强这个福建会议的这个讲话中间 咱们插进来一段 回忆一下2021年啊 所谓这个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啊 一些要点 要点内容啊 这个要点内容呢 有一点呢 是肯定啊 叫自我表扬 叫我国经济发展和疫情防控 保持全球领先地位啊 这是2021年啊 这个党中央高度 高度膨胀啊 高度自我加许 这个中间有一句话 是非常有深意的啊 叫做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是党的基本路线的要求 这在整个2020到2021年期间都非常罕见啊 或者说十九大之后非常罕见的一句 那么咱们回到这个会议啊 这个李克强这个福建啊 福建的五省市会议啊 他是这样说 他说当前正处于经济恢复的关键时刻点啊 这什么意思 绝对不能让刚刚起来的啊 所谓这个新的疫情干扰了经济恢复的工作 他说这个东南沿海五省市 经济体量占全国三分之一以上 这里头除了所谓五省市 除了福建就是一个长三角和珠三角嘛 财政收入占全国的四成啊 将近四成 在地方对中央财政的近上角贡献 近八成 什么叫近上角 那就中央财政也有给你啊 给你波付的 但是你也有给中央财政贡献的 这么一减下来啊 你就是当然是个正数 你像中西部地区可能是一些附数 交给中央的没有中央交给他 反给他的多啊 拨给他的多啊 所以这是个复纳共系统 但是呢 这五省市呢 占了整个中央 净落下来的这个 啊 净上角啊 是占了八成 就或者说 或者说对 中央财政的支持啊 是占了八成 啊 那这这些钱干什么去呢 按李克强的说法 大部分是支持了民生啊 那支撑了国家的财力和对中西部的转移支付啊 那么他要求什么呢 这五省市呢 继续挑起国家发展稳经济的大量 发扬保障国家财力的主主力作用啊 这这五省市要保障国家财力啊 啊 所以叫叫怎么讲 做好疫情防控农质 进一步打通产业链 供应链 读点 推动经济 运行尽快回的回到正常轨道 努力增啊 稳增长 稳财源 这个用一句俗话讲 叫李克强是什么 王八吃秤朵铁了心了啊 为什么呢 你现在 这个叫做恢复经济的关键时刻 他绝不能够倒退 啊 在他的疫情 我看 他也 他也不会停步啊 停什么步呢 打通产业链 供应链 一片堵点 为什么叫再大的疫情啊 不是说又出来了一个 类似于新新冠这种 已经不是这个意思 就是 现在的奥米克弘这个阶段 你传染性再强 这个李克强也不在意了 因为传染性强往往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两个 第一个 现有的疫苗的这个抗体 可能不管用了 第二个 疫苗 这个病毒更狡猾了 更狡猾什么意思 他就是毒性更弱了 更弱了 他更可以这个借由这个活跃人群去给他传播了啊 因为他对人的伤害小了 李克强还说这个无省份呢 无省市呢 吸纳了70%的跨省农民工就业 说现在农民打工啊 是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 那么从这点来讲呢 稳住就业啊 也是无省区要发挥的作用 这是直接牵扯到所谓人心 社会稳定 所以从李克强和习近平这两种态度 我说这两个路线斗争来讲 一个强调的是动态清零 一个强调是稳就业 稳经济大盘 目前来看呢 李克强的这个 比较有力量啊 他的这个措施比较有力量啊 习近平基本上是喊一喊 喊一喊 能维持住啊 这个 不倒退都不可能啊 什么叫不倒退 不减弱都不可能 动态清零必须减弱啊 不管习近平再喊啊 那么党中央的意志已定啊 就是由习近平来执行的这个 党中央的这种路线啊 就是要降低啊 这个动态清零的这个 严厉性啊 要放宽 各种措施都要放宽 而且呢 以这个反对啊 过度防疫的名义进行 那么李克强说是这个 保住市长主体就能支撑稳就业 稳经济大盘啊 他要求这些啊 这些省长们要有效破解多难问题 什么叫多难问题 就是在动在动态清零和你这个经济工作中间 恢复经济稳就业稳大盘中间 你怎么取舍啊 这是一个多难问题 他也知道这个难 但是呢 他告诉你啊 防止工作单打一简单化 避免一刀切 层层加码 他他愁的是你动态清零加码 现在要减码啊 现在要减码 这些省长应该明白这个道理了 啊 这个讲到这儿呢 我还到回忆起 这个当时李克强派了12个这个督察组 在他这个十万人大会之后 派出去12个督察组中间啊 我注意到的最不积极的是广东四川两省 但是最积极的是福建浙江两省 这两个是习近平的老巢啊 所谓之江新军福建系 这两省是由省委书记来接待这个督察组的 比较有趣的一个现象啊 原因我们我也不知道 那么 东南他说东南沿海地区呢 啊 这习近平的话了 他说是改革开放的前沿 要继续敢闯敢势啊 他是鼓励东南沿海继续闯势 啊 闯合是什么意思 按照我的意图去调整你们啊 调整你们的工作啊 那什么意思啊 啊 东泰秦陵这个事啊 别太在意了 而且他讲到对外开放 事关经济发展全局啊 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 中国都坚定不宜扩大对外开放啊 这就是习近平把他的立场和东南沿海 这五省市的立场 捆在一起了啊 这五省市经济命脉啊 是来源于开放啊 这是这个李克强就相当于一个竞选一样 去给当地的这个啊 干部啊 去做一个承诺啊 国际形势怎么变化啊 中国都要坚定对外开放啊 沿海发达地区融入世界经济更深啊 珠三角长三角进出口占全国的近60% 这个数字我还觉得有点意外 我想象比这个要高呢 啊 说明什么 说明现在中国是这个更多的省份借助了这种啊 全球化啊 全球化的经济体系 那么经济竞争力强啊 是在国际上打出来的 那以后怎么办呢 要继续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 这就像贸易战时候提的一句话 要以高水平开放促进改革 那么他要求这个加快提升港口的外啊 这个枢纽及输运水平稳外贸稳外资 这什么意义啊 要打通你这个对外的这个供应链啊 啊 啊 枢纽这块啊 港口的枢纽啊 要要输运啊 要输通 有利于什么 有利于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和世界和平 发展啊 还有利于世界和平 确实如此啊 这个全球化本身 是互相牵扯 大家互相牵扯就不容易打起来嘛 不容易打起来 当然你要赶上有一些比较疯狂的人士 也不好讲 那么另外一个消息呢 就是工信部发了一个公告 说根据这个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方案第九版 啊 这也是一个最新的一个公告 说即日起通信行程卡查询结果覆盖时间 由14天调整为7天 你只能查到7天内的 7天以上的你查不到了 查不到这个行踪了 啊 说短信网页微信小程序支付宝小程序 啊 APP啊 行程卡APP查询渠道 同步更新啊 所有的版本都要同步更新 啊 这也是这件是小小新闻啊 但是这大影响啊 那么还有一点呢 是文化和旅游部的官网消息啊 说结合当前疫情防控形势啊 文旅啊 文旅部啊 办公厅发布了一个通知 通知什么呢 即日起恢复旅行社和在线旅游企业经营旅游专业业务 旅游专链又开通了 这是在去年10月份停的 停运的啊 所谓的熔断 跨省旅游熔断了 现在又重新启动了 又重新启动了 所以我们看到了就说7月7号这一天的几个消息都给的是什么呢 就是李克强现在就是全力以赴的要恢复经济啊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很多在疫情期间啊强化了的公布了的这个动态清零的防疫的措施啊 他在往在这个减码啊 在减码不是加码在减码啊 以防止层层加码的名义实际上在减码啊 这个减码的是按照国务院的已有的政策往下减啊 另外按照这个已有政策过去可能各地都有加码的情况 他现在呢公布了九不准啊 就是我不仅把政策剪下来了 而且也不允许你加码 那么在7月6号的时候啊 李克强开了这个主持开了这个国务院的常务会议啊 当然福建这个会呢也是他主持开的啊 那么他在这个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呢 他是叫做部署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 查出问题的整改啊 这是个刀把啊 这是个刀把他怎么说呢 说有关部门对2021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支出国资管理重大政策落地啊 落实进行了审计啊 结果已予近期公布 他说是这个他讲了五点 那我现在把他头两点给大家说 最重要的都在前头了 他第一个对审计查出的问题列出清单 印发有关方面 各有关地方部门和单位要负起整改主体责任 逐条制定方案尽快整改 事实开展回头看 确保整改到位 将审计整改纳入国务院大督查 对整改情况开展专项审计 坚决查处 拒不整改 敷衍整改 虚改整改等问题 整改结果 九月份前报国务院 九月份前 什么这个日子很敏感 为什么呢 因为十月份 就要开两个会 十九大七中全会和二十大 如果说今年二十大没有意外的话 那在九月份前 你要把这个整改的这个 给国务院报备 并且向常委会报告后 向社会公开 这个影响到你们这个省的这个 省长书记 在这个十九届七中全会 这个安排 或者说 在二十大的这个前程 另外一个条 第二条呢 对性质恶劣的 要依法惩处 既处理事 又处理人 已经校友 这是昨日和这个 七日和六日的一个情况 另外呢 李克强最近的活动 还确实比较多 这个多不怕啊 就是如果不像这个 这个习近平的讲话 陈次联道太多啊 当然中间也有一些 是有新内容的啊 但是今天我们重点讲一下李克强 李克强在这个民政部和这个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他是二十六号 他是在个二十七号 上月二十七号 他当时去开了一个座谈会 也是他自己主持召开啊 开了个 为什么都要总理亲自主持召开呢 啊 因为他可以掌握这个会议的主调和节奏啊 如果是别人召开的是一定好了的 如果他自己召开啊 那么这个 这个会议可能他的这个主动性就比较强啊 或者活跃性就比较强 那么在他这个座谈会上呢 他要求是这个要保市场主体 而且当时讲呢 啊 恢复基础不牢固啊 这都是老话啊 还有一句话呢 实际上我们看到在福建 这个会议上他也提到了 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啊 就把这句话端出来啊 这是在民政部这个座谈会上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 而且呢 说的要这个尽快把失业率降下来控制住啊 不仅要降下来控制住 这都要求的是要恢复经济啊 所以李克强现在可以说是担负着这个党国的这个大任啊 所以要扩大 他还讲要扩大面向农民工的以工代政 因为那些沿海的出口企业 或者中部的一些出口企业 没有订单 没有外贸任务 这个时候这个农民工没有就业怎么办 那生活水准可能就大幅下降 那这个时候说他要求这个民政部啊 这些项目啊 要面向农民工的以工代政啊 就把政府项目啊 作为赈灾项目 但是呢 就是不是白给钱 你得干活啊 以工代政的这个规模 让大家动起来 另外一个呢 他也讲到什么 讲到了要及时发现失业人员和低保对象 临时预愧人员应保尽保 应兜尽兜 防止发生冲击道德底线的事 确保不发生规模性反贫 那么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就说所谓他给这个省 省里头说的这个三保 保民生 保工资 保运转 这个他说这是省里的事情 这是原来说过的 这是省 省里要保兜底的 中央只给激励 但是呢 他也要求什么呢 要求你呢 对于这种 贫困户啊 要 应保尽保 应兜尽兜啊 防止发生冲击道德底线的事情 所以冲击道德底线上 我估计这些事情可能都已经反映到 他的案头上来了 各地之间 因为疫情期间 收入减少 发生了冲击道德底线的事 但是我没法想象 他所说的冲击道德底线都些什么事 另外一个 确保不发生规模性反贫 2021年啊 这个习近平最得意的事情就是 中国消灭贫困人口了嘛 但是呢 你想经过这个疫情 一闹 结果会什么呢 就是这个贫困人口又回来了 那么7月5号啊 这个当时呢 7月5号有一个什么活动啊 李克强在中南海有一个宪法宣誓活动啊 他是监视人啊 那么监视人我看了这个宣誓之后啊 基本上监视人都有一番讲话 李克强每年大概都好几次啊 因为有一些国务院系统的这个啊 这个高级人员啊 要总理来监视啊 总理来监视 那么这一次讲话 李克强可以说还是比较用心啊 那不是泛泛而谈的啊 他说 李克强希望大家铭记这一庄严时刻 这个话就有一点啊 与长年的往年的话都不一样啊 另外一个呢 他着重了强调所谓依法施政 依法行政啊 要依法 要法治思维等等啊 另外强调呢 这个要勇于担当啊 这个话不仅仅是给这些就职人员 实际上也是给所谓国务院系统 也可以是是给全党的一个 一个表态吧 一个表态 那么在这个中间呢 他又重复了 重复了哪句话呢 叫坚持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 的关键 所以这个是李克强 你看到的 接连三次提到这个 在福建会议上啊 就是7月7号的福建 五省市的会议上 在他民政部 这个座谈会上 还有在这个国务院的这个人员就职的这个监视仪式上 他都提到坚持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啊 这么一句话 可以说他这一番话呢 是套话少了 而且呢 当前的事情啊 更加针对当前的事情 毕竟对李克强来讲 这是他执政的最后一年啊 碰到了现在这个 中国可以说从毛宗死后到现在 国和西方关系最紧张的一段时间 同时呢 也是经济增长最 可能是最低的一年 那么前者他可能 没有办法去 去做太多努力 但是经济增长这个问题 则在总理啊 所以他是也是豁出去了啊 所以我的看法他叫闯关啊 这次不管疫情啊 传染性再强啊 他都要把这个恢复经济 这个船要乘过去 他说是关键时刻 好 今天的这个内容啊 节目内容就跟大家分享到这 感谢大家收听收看 欢迎大家点赞转播 再次感谢节目组成员 谢谢大家 各位观众 各位听众大家好 这里是明镜电视局势节目 我是郑旭光 今天是美国东部时间 7月7日星期四 那么英国的首相鲍尔斯啊 他已经正式宣布啊 他要辞职了 在经过了50多名内阁成员和高级官员的辞职施压后 鲍尔斯在7月7日终于表态要辞去保守党党魁职务 但是呢将留任首相啊 直到选出接班人 他还说无论谁出任新首相 他将全力给予支持 那我们知道今年夏天将举行保守党领导人的竞选 而新的首相呢 会在10月举行的保守党大会上就职 那么根据这个半岛电视台最新的一个报道呢 约翰逊政府超过55名大臣 国务大臣和助理大臣 在48小时内辞职 其中包括司法大臣 内政大臣 工业大臣 财政大臣 卫生大臣 技术和媒体事务大臣 以及还有大量的高级官员和保守派的代表辞职 同时呢 在昨天啊 周三呢 这个执政的这个保守党议员 西蒙哈特 他辞去了威尔士事务大臣一职 并且在给约翰逊的一封信中 表示同事们私下和公开场合都尽了最大努力 帮助你改折啊 但是不幸的是 我们觉得 我们已经过了可能发生这种情况的地步啊 意思是没法改了 你改不了了 那么英国的媒体说呢 一群大臣会见了约翰逊 并要求他辞职 但是约翰逊强调 英国最不需要的就是提前举行选举 同时呢 他还解雇了地方发展社区和助防大臣 迈克尔戈夫 迈克尔戈夫呢 实际上呢 也告诉约翰逊 他必须垮台 那么 这个戈夫呢 被视为保守党的啊 关键的权力前客 这种权力前客 是给他施加幕后压力的这种人呢 曾经被称为叫做穿灰色西装的人 在这个 这个首相啊 要逼宫啊 逼首相这个下台的时候呢 就会有这么这么一些人啊 叫做关键的权力前客 因为在这个保守党的党魁呢 他有一个小小圈子啊 小圈子选出来的 那么这些选他的人呢 啊 有可能撤回对他的支持 那么这个时候党魁呢 可能会被这个圈子的人说服 啊 或者按照自己开出的条件啊 离开 而不是被赶下台 那么 约翰逊啊 在首相府说 保守党已经 清楚的表明啊 需要新的领导人 啊 他说新党魁的选举工作 应该从现在就开始 而这个进程表呢 会在下周公布 但是呢 尽管如此啊 虽然约翰逊已经辞任了党魁的职务 而且呢 表示他将离开这个首相一职 但是保守党内部呢 也有人宣布呢 呼吁啊 说他应该同时辞去首相啊 不要再恋战了 那么英国新任的财政大臣啊 扎哈维在推特上直接要求 约翰逊辞职啊 说敦促他做正确的事啊 他在推特上说首相 目前形势不可持续 只会变得更糟 对你 对保守党 最重要的是对整个国家来说 你现在要做正确的事啊 现在就走 嗯 他是在五号啊 接任的这个财政大臣 之前他是教育大臣 那么过去半年啊 约翰逊经历了这个派顿文的冲击啊 不得不面对党内的不信任投票 但是呢 他是赢得了投票 但是最新又曝光了这个保守党啊 议员这个性骚扰事件啊 成为压倒他政治诚信的最后一颗稻草 那么这是怎么回事呢 啊 约翰逊是承认 他在2019年就已经被告知保守党议员 克里斯评撤啊 性骚扰的这个指控 但是呢 他还仍任命他出任副党编啊 那么现在他为此道歉啊 同时呢 这也引发了一系列内阁啊 重臣的这个辞职 那么英国的啊 BBC啊 就发表了一篇文章啊 标题叫做首相啊 约翰逊辞去保守党党魁职务 导致他落马的五件事啊 作者叫欧文·阿姆斯 BBC新闻 他说两年前啊 约翰逊率领保守党赢得大选啊 那是1987年以来 保守党最成功的一次大选 啊 有人说这个 约翰逊和川普像啊 但实际上本质上不像啊 作风上可能有些像的 现在呢 这个约翰逊失去了保守党议员的支持 那他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啊 由这个带领保守党获得了1987年以来最大的一次大选胜利啊 那么仅仅啊 两年多的不到三年的时间啊 就被迫辞职呢 啊 所以压倒骆驼的最后一堆稻草是什么呢 就是说克里斯评撤事件 啊 这个事情也发生的也是不长啊 是6月29日星期三 当时还是保守党副党边的评撤去了伦敦一家仅限会员进入的俱乐部啊 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啊 做喝的太多了 做了糗事 啊 什么糗事呢 他被指贤猪手猥亵两名男子 保守党 保守党的副党边 啊 在一个 在一个俱乐部啊 喝喝多了啊 在一个俱乐部喝多了 猥亵两名男子啊 之后引发了一系列指控啊 那就是连锁反应啊 很多事情就发生了很多年了 很多年前啊 那么这一系列事情呢 导致啊 这个约翰逊辞职 最开始的时候 唐宁街说啊 约翰逊在任命评撤出任副党边时 对他 面临的具体指控不知情啊 啊 保守党的部长们也都重复这个说法 但是最后发现不准确 这些话不准确啊 约翰逊啊 在7月4号的时候 BBC报道 说约翰逊知道 从前针对评 评测的 指控 之后呢 啊 这个麦克当纳勋爵说 约翰逊是被当面告知那项指控的 啊 他就应该说他早已知道 那么约翰逊终于承认他曾在2019年被告知啊 评撤这个早有劣迹 但是呢 他还是任命他出任了副党边 这是什么两件事呢 这代表他什么 第一不负责任 第二不诚信啊 说谎吗 我们知道这个克林顿被弹劾被启动弹劾的原因啊 就是他说谎啊 因为莱文斯基事件引发的他说谎啊 那么党边是干什么呢 党边就是 像把这个议员啊 议员如果是裂狗啊 那他就是这个直边啊 让这些裂狗按照党的意志行事的人啊 这叫党边啊 他要按照党的这个 当党的纲领来进行投票 而不是根据他个人意志 或者说他的选民意志啊 要统一的保持一致啊 所以党边是党的强制执行者啊 那你如果说投票反对本党的政纲呢 那党边就要给你这个党籍处分啊 最严重的可能会导致你失去本党的支持 那么你在下届议会选举中啊 可能会失去议席啊 这是这是党边的一个大概的意思啊 这是第一件事情 就就所谓的评撤事件 第二件事情的是派派对门啊 这是更早的一个事情 就是今年四月份的时候啊 因为他呢 约翰逊因为2020年6月参加了 为他主办的生日聚会违反了防疫规定被罚款啊 今年四月被罚款 但是事发生在2020年6月 就是疫情刚起的时候啊 啊 那么他后来呢 还对参加英国一次封城期间 在腾迎接举办的一个自带酒水聚会而道歉 那么伦敦大都会警署呢 曾经因为因为这个违反防疫规定啊 向83人啊 就唐宁街和白厅啊 就政府各部委各部委总共啊 或者说约翰逊政府 属下83人签发过126张 罚款单啊 都是因为违反防疫规定啊 那么这个警署的这个探员叫这个格雷啊 格雷的调查报告 报告了他们这个政党的工作人员 举举办了一系列违反防疫规定的社交活动 报告说 位于政党和政府核心的高层领导人 必须对这些这样的文化负责任啊 这就直指约翰逊啊 就警方的啊 这个报告啊 直接把这个这些人啊 之所以这么防疫期间猖獗的搞这个派对啊 把这个责任归在这个约翰逊 约翰逊身上 而且呢 这些人在派对的时候呢 不仅违反了新冠措施 还有一些人酗酒打架 损害财物 啊 那么约翰逊本人是收收到一个罚款单 是他本人的一个啊 生日午餐啊 但是呢 在那个时期呢 这个国家啊 英国是几乎 禁绝了所谓社交接触的 啊 是严厉指控的 啊 所以人们对这个约翰逊这个叫做不知敬畏啊 啊 不知敬畏 这叫顶峰作案 啊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约翰逊仍然是 有不诚信啊 什么不诚信呢 否认啊 否认有这个不当行为啊 之后又做出道歉 那么当时一些议员对他这个 很愤慨 他们提供了一些证人证词 那么就是在你这个 约翰逊政府这84人接到了126例罚单的这些派对事件中呢 期间呢 还有一些平民啊 他们在派对的这段时间内是被禁止探望弥留之际的亲属的 所以这样的话在美国在这个英国社会引起强烈的愤慨啊 这不特权嘛啊 更主要的是他就不知敬畏 那么去年10月份的时候 约翰逊的议会啊 他是撒了谎 他说什么呢 他说唐宁街10号完全彻底遵循了防疫指令 那么现在呢 现在这个约翰逊面临着议会委员会啊 对他是否故意误导议会的调查啊 这叫做伪证啊 不诚信呢 啊 这是第二条啊 就是所谓的这个派对门啊 第三条啊 这个可能全世界政府都面对一个问题啊 叫生活成本危机和涨税 那么2022年啊 这个英国的这个通胀率高达9.1% 啊 我们看一下有的表格 美国的通胀率还算是在西方国家里还算是低的啊 那么导致通胀的可能是这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啊 导致原油和食品价格上涨 但是呢 这个约翰逊也比较奇葩啊 那么在这个期间呢 他给每升石油是减了五遍式的税 但是呢 他又有一个加税的方案啊 就是每英镑啊 增收1.25的这个国民保险 政府说是这个税收要用来支付医疗和社会福利 所以工党的领袖啊 反对党的工党领袖斯塔莫说 在一场几十年前所未有的生活成本危机中 政府选择向劳动人民增加税收啊 这就是通胀问题啊 税收问题 那么第四个呢 叫欧文帕特森争议啊 这个仍然是一个是叫什么 就是 约翰逊对这个保守党议员帕特森啊 这个 这个袒护啊 袒护中间呢 也是一个乌龙事件啊 就保护了错误的保护了一个 有错误的人啊 那么当时呢 议会呢 2021年10月议会的一个委员会 建议对帕特森处罚停止30天啊 因为他被曝贪腐 委员会说他违反游说规定 利用职务 为向他支付公司的支付报酬的公司牟利 但是呢 约翰逊啊 带着这个保守党投票啊 决定暂缓对他的停职处分 而成立了一个新的委员会 检查议会委员会的调查过程 就是进行这个程序性调查 结果后来呢 帕特森本人辞职 约翰逊说 他承认他在自己这 在这件事上翻车了啊 就是不诚信吧 互犊子嘛 实际上和和这个对副党边评测的 这个袒护是一样的 都是有不服责任和这个不诚信的 这个问题 那么第五条呢 啊 这是BBC总结第五条啊 就是说约翰逊 无重点无想法啊 说约翰逊凭借的是脱欧啊 完成脱欧 这一非常简单啊 明确的这个 啊 这个政策 来赢得压倒性的大选胜利的 但是之后呢 腾宁街的工作没有重点啊 没有未来规划 啊 约翰逊的前顾问叫康明斯说 约翰逊是一个失控的购物车啊 东碰西撞 啊 而且呢 有些人质责他 质疑他的三观啊 或者说他是不是有三观啊 啊 前部长 这个 这个 杰利米亨特啊 亨特说 约翰逊 缺乏尊严能力和远见啊 这是严重的指控 没有能力 没有远见 还缺乏尊严 那么 在这个期间呢 这个纽约时报啊 像BBC一样 也发了一篇文章啊 类似于啊 说约翰逊如何走到辞职这一步的啊 你 纽约时报的意思就是说 丑闻 内内阁倒戈和幕后压力啊 那么应该来讲就是丑闻了 丑闻引发了内阁的倒戈啊 以及啊 幕后压力 那么这个文章说呢 保守党的一个高级立法委员会 从周一开始呢 确定了这个 约翰逊的离职时间表啊 将从周一开始啊 将从周一开始 确定约翰逊的离职时间表 并选择他的继任者 而在这个两年半以前啊 约翰逊带着保守党赢得了几十年来最大的这个选举胜利 啊 这是川普总统还没有过的辉煌啊 说本来呢 他这个有可能啊 这个下次大选的日期有可能推到2025年的啊 结果呢 因为保守党内部的倒戈啊 他就提前下台 面临提前下台 那么根据保守党的规定呢 只要有15%的议员 就是54名议员 写信正式提出要求 本党议员就可以对约翰逊进行啊 不信任投票 那么在今年的6月6日啊 当天晚上进行投票 保守党啊 359名议员 约翰逊获得了啊 211票支持啊 也就是60%啊 所以这个是他是过了这个信任投票啊 但是内阁辞职往往是他的这个 生涯的结束 首相生涯的结束 文章讲到撒切尔夫人和特拉山梅 都是在击败对其领导权的挑战之后 不到一年就下台 而且呢 当时啊 在党内获得支持啊 都比约翰逊大 那么另外一个就内阁大臣是否倒戈啊 说1910年撒切尔夫人下台的催化纪 是杰弗里豪的辞职 梅啊 是失去了几个大臣啊 包括当时辞去外交大臣的 约翰逊 那么 在周二的时候呢 约翰逊的是两个重要的大臣 财政大臣和卫生大臣辞职 这两员大将啊 一个是要处理当前的所谓的通胀问题啊 成本问题啊 类似于这个 美国的耶伦啊 这个角色 另外一个就是卫生大臣 要处理这个疫情问题啊 这两个大臣相继辞职周二的时候 那么 英国议会啊 这个图书馆的简报啊 也列出来了一个大致的轮廓啊 就是说将会有两名候选人啊 在选出来 他的继承者 那么 去年呢 保守党的这个成员有20万人啊 他每年支付25万英镑啊 就这由啊 这叫 这个下一个候选人是由该党全体缴费成员啊 全体缴费成员决定啊 每年 交25英镑的这个会费啊 有这些人来选英国首相啊 20多万人 那么还有这个半岛啊 半岛也发表了一篇文章啊 就说这个从丘吉尔到特朗普啊 这么一个状态 所以由模仿丘吉尔啊 到得到了特朗普的命运 用这个两个人来形容这个约翰逊 说这个 一向拥有散乱头发和激动人心引发 争议的言论啊 约翰逊啊 明星般的崛起 但是他说他不像 川普啊 为什么呢 他是标准的 英国政治路线 一路奋斗啊 川普是政治素人啊 他是从一线做起啊 直到抵达最终啊 所以他不像川普给英国政治带来的那个 紧急的状况啊 就是所谓一月六号事件啊 约翰逊不可能发生这些事情 实际上还有一个人美国就是 里根啊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里根之前做过加州的州长 那么约翰逊也做过伦敦市长 2012年的时候 也做过伦敦市长 那么半岛呢 分析约翰逊的啊 他在政治上的这个力量啊 他有三个啊 有三点 一个是成功的脱欧 他被视为脱欧教父啊 他能够影响了公众舆论 成功的说服英国人脱欧啊 这是一个大事 第二个呢 是辞去这个外外长啊 梅政府的外长之后呢 发起了一个罢免啊 特拉什梅的运动啊 要求在2019年提前大选 而且在提前大选过中间呢 保守党获得了87年以来 最大的一个胜利 那么这是第二点啊 一个是脱欧 一个是这个保守党大获全胜的一个大选 那么第三个呢 就是在一关新冠疫情中间呢 英国率先啊 制出疫苗啊 并且进入这个接种程序啊 有人把这个比作啊 丘吉尔啊 比他这个作用比作丘吉尔 那么他有什么问题呢啊 半岛的这个看法呢 因为成也脱欧败也脱欧啊 因为脱欧之后呢 造成了这个英国的这个 缺少工人啊 缺少投资 缺少外国投资 缺少对外贸易 对欧洲的贸易 欧洲的贸易下降 投资下降 劳动力啊 下降 而且呢 那个严重的工人危机 就是卡车司机 短缺啊 导致燃料危机啊 英国人不得不排队啊 所以呢 民众对脱欧的看法有变化 对脱欧的支持率啊 在2022年只有37% 而对留在欧盟的支持率上升到53%啊 绝对多数了 所以脱欧已经成为了 一个负面的一个事件 由公变过 另外一个呢 就是所谓的派对门啊 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啊 他是这个否认自己参与了这些聚会 结果这些参与聚会的照片啊 被暴露了啊 上面有约翰逊的啊 结果呢 他实际上是不诚信啊 不诚信啊 另外一个就是说 给那些卷入这个职业和道德错误的朋友做辩护啊 直到这个评测事件啊 他明知道评测2017年就卷入了道德丑闻 但是呢 说他在任命评测时不知道他有这个事情 他是做了虚假陈述啊 这样的话 他对议会撒谎啊 这是一个答案 那么还有一件事情是比较有趣啊 就说约翰逊呢 当时的工啊 他的这个首相公寓进行改建装修 他把他那个墙壁颜色啊 贴上镀金纸 这个审美怎么有点像川普啊 像川普大厦一样 啊 那么这个钱从哪来的呢 是捐款 但是他自己说他是自家的钱 所以这个也是比较奇葩啊 比较奇葩的一个事情 但是你要看约翰逊的这个履历上来讲啊 他确实啊 是和丘吉尔是一类的啊 跟川普是不一样的 他风格像川普 但是呢 风格上未免也有点像丘吉尔啊 像啊 这个 你看他在这个乌克兰战争中间的这种积极啊 丘吉尔实际在二战前也是被视为这个好战分子啊 宁可英英国这个受损失啊 也要这个对希特勒要强硬啊 那么现在呢 普京就 他们就就说威胁吧 如果要对北约战争就要轰炸英国嘛 但是呢 他只是这个这方面有点像丘吉啊 那么BBC呢 也也有一篇报道啊 最新的报道啊 就是讲这个约翰逊 介绍约翰逊这个人物 我简单的把他这个要点给大家说一下 说约翰逊呢 是从记者到首相啊 打破一届规则的英国政治人物啊 说他什么呢 这个 在 伦敦啊 是工党影响强大的城市啊 当两次当选市长 而且领导英国退出欧盟啊 这都是大事啊 这都是大事 而且呢 他的个人风格为他赢得 对他 部分对其他政客不屑一顾的选民的支持 这个有点像川普啊 有点像川普 啊 那么在川普支持眼里呢 其他人都完全不在话下 而且他是这个 这个带着工党赢得了这个 史无前例啊 一八十年代以来 史无前例的大选胜利 所以最终导致他下台的啊 不是他的政策啊 不是什么俄乌战中间的战队问题啊 不是什么疫情中间的问题啊 不是什么经济中间的问题 而他自己的这种性格啊 个性啊 这个个性什么啊 我就说不诚信 不知敬畏 最后发酵成了政治丑闻啊 那么约翰逊呢 他是六四年啊 六四年 生在纽约 他是生在纽约的一个人 他父母都是英国人啊 那他自己的这个祖祖父呢 叫阿里科马尔啊 就是他那一头金发 阿里科马尔曾经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 担任过内政大臣 他的曾祖父 后来了 他的曾祖父啊 定居美国啊 定居英国啊 把姓名改为约翰逊 那他的父亲呢 也是约翰逊的保守党的资深成员啊 这是可以说政治世家啊 曾祖父担任过奥斯曼啊 帝国的这个 内阁内政大臣啊 这是高官哈 他本人呢 是 这个 得到过这个伊顿公学的奖学金啊 当时的这个射监啊 伊顿射监说 尽管约翰逊平时布局小节 各种瑕疵 但不是真的叛逆啊 在重要关键点上 从不越雷迟啊 这也是他的射监对他的一个个性的一个评价 那么约翰逊呢 83年啊 进入牛津大学 而且担任过牛津辩论社的这个啊 主席啊 那个这个辩论社啊 有孕育过很多这个英国的政治家 那么87年 他是担任太阳时报的记者 但是因为编造了引言 被 解雇啊 看来他这个造假 古以有之啊 那么89年的时候呢 他担任美日电讯啊 这个驻欧共体记者啊 在布鲁塞尔 94年呢 担任这个美日电讯的助理编辑专栏记者 99年呢 担任这个右翼的这个观察家杂志的主编啊 一直到05年 他是2001年啊 出任这个保守党的议员啊 2008年啊 当选纽约这个伦敦市长啊 他的这个 拉票利器什么的 观点鲜明啊 演技高潮啊 所以这个BBC啊 对他这个 做了很高的一个评价啊 做了很高的一个评价啊 那么他的带领大家脱欧啊 这个大选的成功啊 包括这个新冠疫情啊 新冠疫情期间啊 他还 重病啊 他在3月27号是阳性的子 隔离 10天后都没有缓解 那是非常重的啊 进入重症 中正式待了三天 但是他在这件事情上 他就是英国的这个 疫苗开发啊 是在世界前列啊 是率先这个 叫做 打赢这个防疫战啊 第一枪啊 就是把疫苗开发出来了 那么中间也有争议啊 就是他所谓的这个集体免疫 有的人认为这是赌博啊 但是赞成的人认为说这 有利于保护这个医疗系统啊 受挤兑 那么BBC的这个文章最后啊 有一句话我觉得说的 比较有 有味道啊 比较有味道 他说 这位曾乐于打破规则 绝地重生的政治人物 从权力顶端揭露 但不少人仍在揣测 他是否还会卷土重来 好 今天我们就把这句话 作为今天这个节目的结语 约翰逊是否还会卷土重来 川普是否还会卷土重来 啊 这是两个问题 不管怎么样啊 他跟川普是有一些性格中间的相似之处 但是骨子里头和实际经历上 还是两种 好 今天这个节目就到这 感谢大家收听收看 欢迎大家点赞转发 再次感谢节目组同事 谢谢大家 感谢您收看明镜电视频道 敬请您来点赞转发订阅 并且推荐给您的亲友 恳请您利用视频下方的超级感谢支持我们 感谢 谢谢您收看明镜火拍 敬请您点赞订阅打开小铃铛 并分享给您的亲友 恳请您利用视频下方的超级感谢支持我们